在1904年牧春的一天 一艘东渡日本的海轮之上 有一位年轻的妇女 见此人穿着朴素是容貌端庄 站在三等舱的甲板的栏杆旁边 凝视远方 眉宇之间流露出一种刚强不屈的气概 有人问了 说这主是谁 他就是著名的清末女革命家秋锦 秋锦为什么要去日本 他去日本干什么 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 秋锦是浙江少兴人 出生在福建厦门 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做官 他就在父亲的身边长大 秋锦的性格是个男人的性格 性格热情豪爽 而且倔强 打起来喜欢读书 过去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这个挺好 他则不然 不但喜欢读书 而且喜欢到处去看看 能言善讲 二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位诗人和作家 秋锦喜欢剑侠 尤其是那个古代小说啊 或者说讲义当中的那些侠剑客 对于行侠仗义的人 打心眼里崇敬和敬佩 只可惜就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 却在当时包办婚姻那种制度之下 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 秋锦的丈夫姓王叫王延军 这个人呢 是湖南湘潭的一个官宦子弟 家里面有钱 过去讲拿钱买官 于是乎家里使了钱 在北京买了个精管 可是这个王延军呢 对于做官一窍不通 喜欢什么 吃喝调肚抽 是五毒俱全 天天也不在家待着 不是烟馆呢 就是青楼啊 要不就是酒馆 喝个鸣丁大醉 对待秋锦是非打即骂 收不顺眼 还这一顿提鞭呢 看着秋锦 就像看犯人一样 有这么一年中秋佳节 秋锦一看这都过节了 外面挺热闹 我也应该到外面去看一看 于是乎女伴男装 就跑戏园看戏去 他这戏演的也精彩 演员又加上反场 这戏啊可就演晚了 等秋锦回到家一推大门 他丈夫王炎君 打屋里正坐着 看出来王炎君今天这酒没少喝 俩眼发直盯着秋锦 我说你到哪儿浪去了 你干什么去了 说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秋锦不愿意跟他废话 一看他喝酒 我眉头紧锁就瞅着闹心 一转身就想回自己那屋 好王炎君不干了 哎呀行啊 学会不知声 搁这无言的抵抗 这还了得 看来三天不打 你是上房接瓦呀 这还了得 一伸手把皮带挤下来 抡起皮带 这顿打 打得秋锦是便脾淋伤 把他给锁屋里 愁不愁 太愁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人人有志难唱的曲 秋锦的内心这个痛苦劲 就甭提了 怎么办 信命的吗 安于现状 秋锦的内心当中 有一种反抗意识 可是现在出不去 怎么办 借酒消愁啊 写诗写词是慷慨悲歌 秋锦曾经写道 说身不得男儿裂 心却比男儿裂 表现了他的心声 要和这种封建家庭啊 要决断 打这起 这秋锦呢 把这男儿的服装给找出来了 什么西装 皮鞋 领带 鸭舌帽都戴上 好朋友一看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这么打扮 这不伦不类 这像什么样子 你作为女儿家 就应该在屋里 绣绣花啊 绣绣草 你怎么打扮成个男人一样 秋锦一听 你哪里知道 我要想变成比男子还要强的人 这要变呢 首先得打形象上变 容貌上变 然后再从心理上变 秋锦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叫敬雄 什么叫敬雄 与男子一起敬赛称雄 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时候 在中国烧杀强掠 我不坐 秋锦看了之后 这心里面像着了一把火一样 清政府腐败无能 要想拯救苍生 单靠自己的力量 万万不行 怎么办 得革命 找至视同仁 和自己至同道合的人 于是乎这秋锦 毅然决然离开了儿女和丈夫 只身远赴日本 这就接上开始那头了 书说简短 到了日本之后 一面学习 一面参加反清的革命运动 这留学生每次在日本聚会的时候 这秋锦呢 都上台发表演说 能讲啊 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啊 无人们士气 他一讲话 热情激愤是感人心慰 很多人都欢迎 甚至于说到伤心之处 有不少人眼泪都掉下来了 也说的太对了 当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的时候 秋锦马上就参加 入会进行宣誓 有人就问他 我说秋锦呢 躺护你不忠心革命 你怎么办 秋锦一听 毫不犹豫 车压马踩 刀砍斧舵 上山逢狐咬 是出外遇强人 我不得好死 大伙一听 鼓掌连篇 罢了 秋锦的决心太大了 后来秋锦作为同盟会浙江支部的负责人 一个小领导 在日本留学期间 秋锦还特别重视发动妇女来参加革命 组织了一些留日的这些女同志 组成了共爱会 女子现在太惨了 被这满清政府 被这封建势力压迫 阔害的还有人压 所以要摆脱这种封建制度 对于女子的束缚 自己担任会长 立志要把这广大的妇女 打18层地狱里给解救出来 那说过去的妇女 真那么惨 还真不容易 没有地位 比方说 这个姓名 嫁人之后 自己叫什么 不能叫了 丈夫叫什么 你叫什么 丈夫姓张 你叫张氏 丈夫姓李 你叫李氏 你的名 打这 没了 而且过去父女 讲究三从四德 哪三从 叫为嫁从父 即嫁从父 父王从子 什么意思呢 没出嫁呢 在家里听爹的 这叫为嫁从父 即嫁从父 嫁了人听丈夫的 有一天丈夫死了 父王从子 听儿子的 一辈子没有说了算的时候 这叫三从 哪叫四德呢 父德 父言 父公 父荣 这叫四德 这都是压迫父女的一种制度 约定俗成的 那说不对 我也听过三从四德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妻子出门要跟从 妻子命令要服从 妻子讲错了要盲从 还有什么妻子化妆要等得 妻子花钱要舍得 妻子生气要忍得 妻子生日要记得 你说那是搞笑版的三从四德 和咱说这个封建伦理 这个这是两回事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两年之后 也就在一九零六年秋锦回国 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 主编中国女报 同时还加入了蔡元培张太炎的光复会 在这也结交了很多革命知识 在上海海空革命党人陈伯源 租了几间民房研制炸药 这玩意可太危险了 什么硫磺 什么木炭 什么消失 稍有不慎就容易爆炸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有一次研制炸药的时候 一不小心走火了 这个炸药一遇见明火 那还有个等 当时就爆炸了 结果就把秋锦的左手给炸伤了 很多人都劝的 算了吧 你个女孩子 女人家家的 你干这事 男人有的都干不了 你还干多危险 可是秋锦笑耳拒绝 在一九零六年的冬天 同盟会发动了平流离起义 威震长江流域 革命的潮流一下子就高涨起来 秋锦这颗心的是激动不已 砰砰直跳 自告奋勇 担任了浙江起义的这个领导公所 回到家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 这个大通学堂啊 名义上是学堂 实际上是光复会办的 那是一所军事学校 也是光复会 培训干部组织群众的一个据点 秋锦接手之后 为了便于活动 组织了一个公开的体育会 自己呢担任教员 每天呢领着几百名学生跑步 骑马射箭等等等等 而且秘密组织光复军 在一九零七年五月份的时候和徐希林商量好在七月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 结果这事出了岔头了 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绍兴的会党啊 过早的暴露目标 清政府就听到风声了 开始到处严拿革命党 徐希林一看 这要再等下去 可就事情得有变化 夜长梦多 实则生变 干脆提前起义 整巧这机会来了 警察学堂提前举行毕业典礼 在这次典礼上 安徽寻补恩明 还有一些文武百官 也都来表示祝贺 徐希林一看 这个机会千载难得 于是乎在毕业典礼上开枪 打死了恩明 你想这样一来 那清兵能不炸了庙了吗 二品巡护叫人家给打死了 胡拉一声 领兵带队就包围过来 徐希林一看 现在不烦也不行啊 就打算准备提议 可是他这点人 哪抵挡过人家 人家是人马众多 悬殊太大 结果没费吹灰之力 就把徐希林给逮走了 这恩明也有铁哥们 秦桧还撒好朋友呢 一看就你啊 你把巡抚大人给宰了 你也好不了 想当初笔干抛心 要看看这笔干这心呢 有几个孔 我们也看看你那心 有几个孔 切开晾着 把徐希林抛心之后 吵着给吃了 这消息啊 很快就传到秋锦那儿了 秋锦一听 热泪滚滚的 是悲痛欲绝呀 多么好的一个人 就这样牺牲 太可惜了 这对于革命事业 这是一大损失 其实现在秋锦 这个处境也不妙 也有很多人呢 把他给盯上 其中有个姓胡的 啊 这姓胡的 一看这秋锦 很有可能也是革命党 干脆 我把你也给举报了 于是胡就来到绍兴 知府衙门 跟知府贵服 就告了密了 说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回事 我怀疑这个秋锦呢 也是革命党 哦 知府一听很高兴啊 好 这要是查实了 我把他逮住 我有重赏 领兵太队 就要包围秋锦的住所 王金发 事先得知这消息 赶紧来找秋锦 说你快走吧 现在情况有变 清政五派大军 奔你这来了 你快走 可是秋锦没走 为什么 现在这手里边有活啊 为了布置各地的起义军 安全转移 所以秋锦留下来 怎么让他走 秋锦就是不走 我不能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要是怕死 就不出来革命 出来革命就不怕死 哪有革命不流血牺牲 我绝不离开绍兴 一伸手刷拉一声 把那抽锦给拽开了 拿出了一本花明色 交给这汪金发 说这个花明色 这个太重要了 起义军所有的这些将领 兵士 姓什么叫什么 多大岁数 家住哪是干什么的 这花明色上都有 你可一定得把这个保护好 你一快走 把王金发给推出去 王金发前脚刚走 大清的兵丁就闯进了大通学堂 就把秋锦给逮住了 在知府衙门的大堂之上 秋锦呢 是哑口无言 一字不提 你问我什么 我也不吱声 哎呦 我一可把这贵府给气坏了 好啊 你今天就是铁嘴钢牙 我也叫你张开嘴 来大行伺候 你看过去那些封建惯例 要说惩治人 折磨人 熟识人 太有方式 什么夹棍呢 什么脑锅啊 什么皮鞭老虎凳啊 数不上数啊 把秋锦打的是死去活来啊 一会就昏过去了 一会就昏过去了 那边拿凉水又给救醒了 问了一上午 秋锦呢 一字不提 问急了就一句话 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 要杀就杀 要刮就刮 随便 哎呦喂 把这贵府给气的 把桌子敲得是咚咚之响 反了 反了 哎呦 我没想到啊 一个小小的女子啊 这么厉害 这还了得 还能留着你吗 要把你放了 岂不是放虎归山 算了 除此 在七月十五号 凌晨四点 你看 大怀睡觉呢 就把秋锦推到绍兴城内 古轩亭口 给杀了 这一年秋锦 三十一岁 临死之前 秋锦在地上 写了一行字 叫秋风秋雨 仇杀人 秋锦牺牲之后 他的好朋友 徐继辰 不忘秋锦在生前 有一个遗愿 就是愿骨埋西陵 把秋锦的这个遗骨 埋在了这个西陵桥畔 如今呢 杭州西子湖畔 每年清明佳节 很多的人呢 青少年 妇女 各界人士 海外侨胞 都来呀 来纪念这个秋锦 秋锦的名字 也与日月同徽 同山河共存 这就是秋锦的故事 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